来看到交通以外一辆载着百年大前东的拓板车2月初 在玉里镇台九线路段晚间是发生了一起罕见的交通事故 这一台载着前东树的货车南下大雨沙石场路口 树生是轻轻一扫路边的安全岛上一颗桃花星木 连根拔起应声而倒 玉里镇名代表无新闻表示 因为安全岛路沿以及快车道太过逼近 安全岛上的路数越来越大 对于行车安全就慢慢构成了潜伏性的威胁 也希望公路局能够慎重考量这个路段潜尝的行车危机 一辆载着百年大前东的拓板车 2月初宇镇台九线上发生一件罕见的交通事故 这台载着前东树的货车南下大雨沙石场路口时 树生轻轻一扫路边安全岛上一颗 桃花星路连根拔起应声而倒下 那因为这个路段的路数非常的大 那施工的规划 原有的数据运步的移植 所以目前来讲 这个设施太靠近了这个路数 所以这个路数在三天前的晚上曾经有这个发生了车祸在这一段地方 也就是那个大卡车拖了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数 然后直接勾断了我们的路数 玉立镇代表吴新闻前往关切 认为台九线拓宽时 安全岛路沿与快车道太过逼近 安全岛上的路数越来越大 对于行车安全就慢慢构成潜伏性的危险 那也就是说这个路边的路数 以目前来讲 所有的大型车辆都不太敢往外车车道的行走 因为他们都很容易就勾到 那我们也希望这个刷杆能够再重新检讨 有危险因子的路数来做适当的组织 吴新闻曾经在代表会上咨询时 建议公路局硬早做因应 可惜没有受到重视 如今果然艳艳 希望公路局能够慎重考量 这个路段潜藏的行车危机 记者高双双玉里正采访报道